你们吃过这个免费的糖丸吗 其实开始之初并不是免费的 而是用黎明的命才换来如今的免费 故事还要从1955年讲起 当时国内爆发小儿麻痹症 导致数百个儿童相继死亡 上千人因此瘫痪 并且迅速从江苏南通蔓延到全国各个城市 这也导致人们谈及病情时十分惶恐 为了安抚群众 也为了救治祖国的花朵 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顾方舟潜心研究多年 背后默默付出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终于在1960年成功完成了首批减活疫苗 为了保证安全性 顾方舟亲手给自己不到一岁的孩子 科下的第一颗疫苗试剂 由于当时是液体 很多孩子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 所以顾方舟后来又继续改进 最终将疫苗研制成了口味香甜服用方便的糖丸 虽然糖丸是小小的一颗 但问世后却拯救了无数个儿童的生命 然而当时的社会现状并不足以让所有孩子都能吃上 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 这也就导致身处偏远地区的家庭 并不知道有糖丸的存在 甚至就算知道也买不起 更何况在大山中生活了足足卑卑 他们也没有要去接种疫苗的概念 所以糖丸推广仪式可谓困难重处 直到1994年 黎明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 得知此事后的他 开始亲力亲为地为糖丸做宣传 为疫苗筹集上款 三年的时间里开了大大小小的演唱会 将筹集的350多万全部用来购买糖丸 善心的他甚至还亲自前往偏远山区 所以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全国8000万儿童都免费吃上了糖丸 这一善举无疑是感天动地 除此之外发生在黎明身上的事情 远不止于此 1991年参加慈善一眼晚会 筹集善款超过1500万 他直接一次性全部捐赠给贫困山区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得到这笔善款 黎明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表演杂技 当时有一个人提出只要他能表演钢筋勒脖子 自己就捐13万块 听到这个数目后黎明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从旁边拿起钢筋往脖子上一圈圈缠起来 眼看被勒得满脸通红差点喘上来起 工作人员赶紧上前帮忙揭开 后来又有一位富豪临时家家 让早已筋疲力尽的黎明再唱一首歌 彼时黎明真的已经累到不行 可即便如此仍旧站了起来 因为这个破音 黎明整整被嘲笑了30多年 甚至被网友称为跑条大王 但他丝毫不在意 04年之后黎明开始逐渐淡出娱乐圈 专心投入到了慈善事业 至今已经组织慈善活动超过300余场 公益演唱会更是高达百场 不过除了黎明之外 我们最应该感谢的还是研究出唐丸的布芳舟教授 他为了实现全面消灭骨髓灰指炎奉献了一生 这样的人值得我们时刻铭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